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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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破洞了 然后这个墙面都是一直到后面 甚至他们隔间的墙面 所以地那时候都是土 还是土没有水泥地 可能就这边这个小客厅 还是一个有铺瓷砖 因为那时候房东有一个小叔住在这里 所以就有铺一个 这边有一个小客厅 浴室这边是隔起来 这个没有门 浴室的门的方向也不是往这边 本来是往那边 这样做了很大的改变 真的不容易 沙龙 沙龙 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罗纳部落 成立这样子的家庭照顾的服务 大概有四年多的时间 对 可不可以你先谈开看 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会投入这样子的工作 当初是因为我照顾我公公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外面工作 然后在照顾当中 我先生刚好也在当 那个时候也出事情 出意外 然后就也手受伤 那段时间将近一年 他也不能工作 所以那时候家里就没有人赚钱 没有经济来源 然后就是朋友 以前的同事介绍说 有家庭托顾的工作 叫我说要不要去问看看 然后我就拿了电话以后 就打电话到愚人那边去问 那时候是一个叶师母 他帮我接洽的 然后他那时候也有来看 家里现场看我们的环境 本来他是知道说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他也是很有心要帮我 但是他有叫我去准备资料 我都去准备回来以后 资料送给他 他去送的时候才发现说 我们的房子是不合格的 我们的房子就是要做长照加托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设立 因为还欠很多一些资料 所以那时候我就 就是又就是收到一个挫折 就是说这个家托 在我自己的家托是没有办法成立 然后后来叶师母就有跟我讲说 那你要不要试看看租房子 在部落有没有这个方法 然后后来就再有一次起摩托车经过 刚好看到在我第一站的那个房子的时候 就突然想到说 这个房子好像可以租 因为没有人住 所以我就 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去问看看可不可以 后来我就直接去找那个房东啊 就是那个房子的房东 然后后来那时候 我没有想到说房东也很爽快的 就答应了说可以啊可以 这样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旧式的老房子 你找到那个房子的时候 对啊我那时候找那个房子 也是大概将近要一年的时间 然后才找到那个房子 后来就是知道说这个房子 需要花很多的经费去整修 才能够有才能够把它弄好嘛 然后就那时候叶师母也鼓励我啦 说可以啦可以你把它弄好的话 就会 未来有稳定收入的话 就应该可以稳定下来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送资料啊 送文件啊 然后去取得房屋合法证明啊 都开始跑这些流程嘛 这些流程通过了以后 送给叶师母通过了以后 如果说可以做的时候 就再来就是去找钱啊 就开始去借款啊贷款啊 然后去跟亲戚借现金啊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后花了也 如果车子不要算的话 也到八十多万 当时对你来说 应该是一个蛮大的经济负担 非常大的 的确是非常大 然后我也不知道 钱是怎么成功借出来的 反正就是感觉有神的手在后面帮助我 然后我就是得到这些经费以后 我就开始整修这些房子 把这些房子弄开始 就是先从里面清空嘛 因为它那是日据时代流的房子 然后很多旧的东西都在房子里面 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个就是先清空 清空了以后再看墙壁 是不是不稳的墙壁就打掉啊 不稳的墙壁就打掉啊 然后还很稳的就留着 然后就用板子做隔间 用那个浪板做隔间 重新整修好 是 还有地上的水泥啊 也重新铺起来 因为那个地板呢就是 都是还是那个黄土 还没有铺水泥 就传想要请问一下志凯 在我们在元香部落 看到有这样子独立设一个这样子 家庭托雇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像Salon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真的是蛮特别的 政府在于对于就是说 部落元香主人有意要从事这样子 家庭托雇的服务的话 它的困难点好像就是 第一个是资金 第二个是包括部落的间谍很困难 这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普遍的状况 对啊 因为目前我辅导的八所加托里面 有五所在元香 那这五所元香里面 也只有一所是真正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经营的 其他四所都是必须要用租赁的方式 对 才能够设立加托 那 因为政府目前啦 我们现阶段在帮大家筹设加托过程里面 我们通常一般都会被要求说 你这个土地必须是建地 然后你的房屋要使用执照 而且你的房屋使用执照 还是必须是住宅 如果你是租到一个店面 那你得先把那个店面 变更用途成住宅 这样才可以 那的确在目前现阶段这样的限制里面 要在元香开加托很辛苦 但你有看到他的在部落里面的那个需求量 其实是有的对不对 有 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其实很有趣 就是 在部落里面其实有一群 他有照顾能力 他可能在外面的机构 上过很多年的班 然后他有强烈的 他有很坚强的照顾能力 他想要回部落做 他有照顾技能 有人 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有住宅 但是因为这个房子可能 比如像姚珍他之前 没有办法在自己家里面 成立家托 因为他的土地是 地面是旱地 他不是建地 那这一个住起来没有问题 水电费帐单也都照收 然后房屋水也照缴的地方 他就是不能成为家托 所以有需求 有照顾能力 可是就是缺这个土地建屋的意思 那目前以政府的这样子规定的话 一个家庭托固的这样一个场所 好像是收四位的私人老人 要是这样子的规定 那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个规定吗 目前的规定是一个家托 照顾四个老人 那服务的时数是从十小时到十二小时 那不能过夜 不能过夜 那这些私人老人他有一些条件性 才可以进到所谓的这个家庭托固吗 有 家庭托固的 它是长照2.0的方案之一 那它跟比如说像日间照顾 或者是居家服务的 它的流程一样 就是如果今天我是长者 我需要被照顾 那我要请照管专员到我家 来看看我的情况 那照管专员会依照我的情况 来判定一个CMS等级 那依据这个等级 我们才能够去确认说 这个长辈能不能来接受我们的长照服务 是 是 我们知道政府在推动这个长照政策 其实有长照十年计划 那现在是2.0的一个政策在推动 那志凯其实是 育营自由基金会的社工 那其实在长照2.0里面 像像你们这样的社服团体 其实角色变化很大 对不对 可不可以谈谈 你跟Starlone之间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OK 对 在长照2.0之前 也就是长照十年的这个阶段 是 基金会跟姚真之间 其实是一个隶属关系 就是像姚真这样的加托员 他其实在当时是不能够直接对口 宪府来成立加托 他必须要透过基金会来成立加托 所以当时我在港记这个工作的时候 跟姚真是一个上司跟下属的关系 是 当时是这样子 是 那但是现在 在长照2.0开始执行之后 姚真 像姚真这样子的 像Starlone这样子的照顾者 他就是一个直接对口政府的加托负责人 所以他的所有的费用 都是直接由Starlone跟政府这边直接对控 那我们就是来协助他产出这些 比较繁杂的行政程序 包括核销 包括计划的撰写跟申请经费 这些流程 所以你会比较像一个 你会比较像一个陪伴他的一个角色 对 然后处理包括政府的行政上面的一些文件 OK 好 大概除了行政相关的协助以外 还有一个角色是转意 转意政策 就是可能上面会有一些新的规定 或者是政策下来 但这些政策是比较一个生硬的文字去排序 那我们要来协助像草隆这样子的去确实理解 法令的意思是什么 那你应该怎么执行这样的转意工作 那桑文会觉得这样子 志凯的在 你们大概认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所以他的角色的变化 其实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认识志凯 我认识志凯 就是一开始认识他就觉得 他是我很好的伙伴 对 他因为在很多事情 我很多就是在行政上 文件资料这些问题 我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处理很多事情 可能有的也不太懂 看了公文 可是还是觉得不是很懂意思 所以志凯会是 就是可以帮助我去知道 去认识这个公文的 或者是政府中央现在的那个政策标准 对啊都是透过志凯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有他 因为他帮助我 给我很多的帮忙 你知道他有时候都会 称你这样子的一个 照顾长辈的这样方式 是叫做沙漏风格模式 你有听过他这样的说法 有啊上次有 是 志凯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沙漏的这样子 照顾长辈的这个模式 会特别吸引你的注意 曾经我看到沙漏的加州有一个长辈 他是私自的长辈 然后他因为私自的关系 他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他很多时候是自己坐在位置上面 如果没有人跟他说话 他就会很安静的在那边 那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像这样私自的长辈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边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觉得 其实是孤单寂寞的 对 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些 比较伤心的情绪 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次我跟沙漏聊天 我们在聊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都认同这个相同的概念 我就大声的说 好 欸这个好 我想好的时候 那个长辈就忽然 他就忽然讲话 就是一个都不讲话的长辈 他忽然之间很开心的 然后讲了一连串的模语 然后当时沙漏马上过去 跟这个长辈讲话 我就知道说 一定有些事情发生 是 那我想说 请沙漏分享一下 当时那个长辈说的是什么 那时候就是 因为好 好是我们不容主语言 就是那个一根柱子嘛 好就是柱子 好像柱子这样啊 然后我们再跟志凯聊到好的时候 好的时候 那个阿公就接收到一个讯息 就是柱子啊 好就是好就是柱子 然后他就开始讲 他以前 我们以前 常常去山山搬柱子回山 就是搬山山搬柱子回来 要自己做房子啊 做盖房子的材料啊 就开始讲到以前他们 山山去山山的故事啊 怎么样带木材回来啊 怎么样做 所以那个好就是 好就是好像 那个这个声音就提 就是好像典型他说 欸我们以前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对啊去山山拿木材回来做 对 盖房子或是盖工人 所以因为这个 这个事情让你知道说 你要怎么让这个 不开口的这个 狮子的长辈 跟他互动照顾他 你才知道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吗 像对这个阿公我是 因为他以前是教会师哥班嘛 嗯 然后我就会 有时候就会用师哥引导他 有时候 你如果说直接跟他讲说唱这首 他可能不会 但是你跟你就 你不要刻意跟他讲说跟着我唱哦 我就是会自己先唱 我刻意在他旁边自己先唱 然后他开始听的时候 他可能听到他会唱 他就跟上我的旋律跟着喝 然后我们的音一起了 我就坐下来陪他唱完这首歌 这样子音到他这样子 对啊就感觉这样子好像 就可以就是可以让他活起来一样 对 我想再补充一下 再补充一下 就是延续刚刚姚珍 沙龙讲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我会对他的东西 特别有感受 是因为你看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长辈 他在十字的情况之下 当他灵光一闪的时候 当他回想起他年轻的时候 一些重要片段的时候 因为有沙龙在 他有母语能力 他理解这个阿公 以前发生的什么事在他生命里 所以他可以马上 在这个灵光一闪的时候 他马上继续上去 让阿公可以再说出 他以前曾经做过 哪些很重要事情的时候 阿公自己会觉得自己是 存在的有价值的 可是如果今天这个阿公 没有在部落里 他如果是被送到市区里面养老院 然后的藏道中心 如果照顾他的人 刚好是像我这样子的平地人 阿公说好好的时候 我就说好哦 好哦 就拍手 我没有办法接上 阿公他年轻的时候 那个荣光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觉得沙龙他的照顾 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在于 他能够让长辈知道 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而之所以他能够让长辈这样的感受 是因为他跟长辈的文化接近 然后沙龙是本地从小在这边长大的人 他接得上长辈的生命经验有哪些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是 我在执行加托业务里面 我没有办法从有限的表单里面 从有限的评鉴指标里面 看到这样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才是我觉得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是 那你认为这很重要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觉得如果文化项目没有被列在 评鉴指标或者是应该要被看见的层次 那就是相对的鼓励 进行加托的人如果完全依照这个体制 服务判多的执行 来看 就是这边人人的 爱人人的 我们的山沛 是美国就是美国就是美国的 那是美国就是美国的 纪念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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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